在香港,我相信大家時不時都看到新聞報道 那個業主出租的房子 租租客的租客將它變成什麼? 垃圾屋? 整間屋都是蛇蟲鼠,骯髒,骯髒,慘不忍 這不是香港人 其實近日我在加拿大也多了很多 我還在網上看到這樣的影片和分享一下 我相信作為劫主的我們看到這段影片會怎樣? 心疼 覺得我們做錯了什麼? 房子會變成這樣? 血汗錢,對吧? 而且重要 在我們BC省的法例 其實是比其他省份更加保障租客 代表什麼? 租客有更加大的權益,更加大的right 還要7月18日 7月18日開始 如果業主想收回房子來自用的話 本來我們在這裡要給兩個月的通知 現在由兩個月增加到四個月,一倍的時間 如果那個租客想進行一個叫做22-Dispute的話 由本來15天的限期延長到30天的限期 作為業主的你們肯定很擔心 蛤?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恐怖租客 我還要等四個月? 那麼加烏就連渣都沒有了 不用怕 今天這段影片就和你們分享一下 遇到這樣的恐怖租客的話 作為業主的你們應該怎樣應對? 究竟怎樣可以解決這個惡夢呢? Let's go! 有句話叫做預防性於治療 特別適合用起我們這次的題目 怎樣可以避免垃圾屋的出現呢? 其實我們要這麼說的就是第一件事 首先你要怎樣可以選一個好租客 這是第一步 究竟怎樣可以選一個租客呢? 當然就是調查他三袋 開玩笑而已 第一個,credit check 信貸紀錄 第二就是那個叫做reference check 就是他有沒有給一個人 就是reference point 我們打電話去查他的東西 第三就是那個employment 就是現在他們就業的地方 或者是previous employer 就是之前工作的地方 可不可以給個聯絡電話給我們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在這裡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上班的 第四就是那個deposit 我們其實在BC站RTB的例子 最多最多 只可以收他半個月的租金為押金 就是deposit 譬如說 2000元的一個月的租金 你最多只可以收1000元 1000元 如果譬如他有寵物 有pet的話 可以多收半個月 那個叫做pet damage deposit That's it 是這麼多而已 第二個point 就是真的叫預防 怎樣叫預防呢? 上去看 做家房 其實幾頻密可以去做這件事呢? 在根據RTB的standard裡面 他們說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給24小時的通知 跟租客說 我們就可以去做了 在通知裡面 我們會說幾件事 第一 如果不是那個land law 不是那個房東的話 誰會上去? 記住 如果你不是房東的話 你也可以授權朋友上去 第一 誰上去? who? 第二 那個date 哪一天去上去? 哪一天? 第三 那個time 那一天的多少點是上去? 而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原因 你上去看的原因是甚麼呢? 就算你說我想檢查一下這間屋子 想檢查是沒有甚麼問題 完全全是可以的 不需要一些很奇怪的理由才可以上去看這間屋子 是對他人的安全性和健康有影響才是垃圾屋的 萬一真的是垃圾屋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給他一個警告信 確保他可以在兩個星期之內改善這件事 假設他不改善 如此類推 三次了 兩個星期又兩個星期又兩個星期 三次之後 都沒有改善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那我們就可以出一個叫做1-month notice 趕他走了 當他收到1-month notice的時候 那個租客 如果他調戲不順那怎麼辦? Dispute 他可以提出訴訟的 排期 可能半年或者以上 如果他排期的時候 記住他還是需要交租的 等多久就要交租交回多久 那又假設這個租客 除了賴死不走之餘 他還不交租呢? 恭喜你們 因為如果他不交租的話 你有另一個 notice給他 叫做10-day notice 去趕他走 我們叫做order for possession 就是可以收回家屋來住 希望今天看完我的影片 大家都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預防勝於致廉 只要這樣說 因為希望儘量可以避免 預防遇到這樣的租客 遇到這樣的垃圾屋的情況 只是排期訴訟 都要等半年或者以上 等到半年的話 那間屋分分鐘都變成了 迪士尼了 即我們所謂的老鼠屋 你想想 訴訟費 維修費 加起來真的隨時去管無歸 那我個人經驗 和你分享 就是我都會請一個叫做 專業人士 幫我們管理我們的物業 就是license 的property manager 他們可以查到的東西 譬如 credit check background check 可以查到的東西 遠遠超越了我們 一般人可以查到的能力 其實對於我們這間屋 對於我們找租客來說 會有更加大的保障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還有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這麼多位的業主和房東 令到你們不要有機會 遇到這些租客 更加不會有機會 看到這些垃圾屋的情況出現 那記得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 our channel 下次見 拜拜 我是你們的溫哥華地產經紀 Aaron Chang 在溫哥華從事房地產行業 已經超過15年 很榮幸 成功幫助接近超過2000個Client 處理他們房地產的買賣需求 其中 我幫賣家以快、狠、準 在最好的時機 賺到最高的回報 憑我多年的經驗 為你們設計了一本賣屋指南 The Seller's Guide 令你們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一間屋的價值提升到最高 馬上click下面這條連結 follow我的channel download這一本 屬於你們的賣屋指南 都會有提升 總統 幾次 董 世界 很威脅 又 很誇張 一 感谢观看